大家好 我很期待拍這段影片 為了Hifi發燒台超過5000訂閱而拍 在我拍這段影片時 Hifi發燒台訂閱人數已經達到5127人 所以我首先要多謝5127位朋友 訂閱Hifi發燒台 如果你看這段影片還未訂閱 就要快點訂閱 因為訂閱後看這段影片的內容 答完問題就有機會得到獎品 首先我要多謝ERC唱片香港代理順昌唱片 贊助今次問答遊戲的獎品 如果大家上次有看過我另一段影片 我有提到ERC出的黑膠 一張要賣4000元 可能會嚇大家一跳 所以這次我拍這段影片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ERC出的黑膠 為何可以賣到4000元這麼貴 ERC的傳名是Delectric Recording Company 是來自英國的 這間公司所推出的黑膠 可以稱為完全復刻版的黑膠 甚麼是完全復刻版的黑膠呢? 為何買到這麼貴呢? 首先ERC每一張推出的黑膠 都是經過原廠的唱片公司正式認可 以及拿到第一手的模擬武打來製作 好像今次這份獎品 Kogan的Brams小提琴協作曲 就是得到EMI亦認可 拿到第一手的模擬武打來製作 ERC為了出來的黑膠聲音 跟原版一樣 所以將當年製作黑膠的設備 全部翻新和復修 就像這個EMI-BT-R2 真空管盤式的開卷機 以及LiREC Lumen真空管的黑碟機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片段 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大家可以看看 這兩部就是來自LiREC的真空管盤帶機 以及真空管的黑碟機 剛才提到Kogan那張Brams的頭版黑膠 都是用這兩部機來製作的 這部盤帶機 不單有無帶的播放部分 另外還有RIA等化曲線 以及左右升度前級 而機身後面 就裝有1000W的Cutting Amp 當然全部都是真空管放大 LiREC這部黑碟機 是用了一個已經做好平衡的銅製的鑽盤 有真空吸來吸緊黑碟的木盤 可以控制黑刀的深度和升軌之間的間隔 這些機器全部都是五六十年代 所以今天來說是有相當之內歷史的 所以這些機器就算找得到 很多功能都不齊全 也未必達到工作的狀態 所以ERC找到這些機器回來 都要進行完全的修復 將這些機器重新修理 要達到當年的工作狀態 就好像那部LiREC真空管的盤帶機 找到回來之後 就發現完全沒有任何文件和線路圖 因為內部相當複雜 如果沒有相關文件 是很難可以修復的 最後在莫斯科 找到相關的線路圖和一些零件 終於花了兩年時間 才可以將這部LiREC真空管的盤帶機 收復到完好的狀態 為了完全復刻 請回當年製作黑碟師傅 跟回當年的程序來製作 製作過程沒有加入任何數碼程序 另外嚴選印碟廠 如何呢? 將這部LiREC做了之後 就讓不同的印碟廠印碟 拿回來之後比較 看看哪一間出來的聲音 是最接近原版 那間印碟廠才會幫ERC正式印碟 另一件最令人佩服 就是在數碼印刷的年代 ERC竟然用回當年的突版印刷方法 如果大家有機會摸一摸這些 ERC的唱片封套 你會覺得有點凹凸感 就是這個突版印刷印出來的效果 所以每個封套都是完全用人手做 做回當年一樣的感覺 ERC每款推出的黑膠數量都相當少 一般只是推出300張 有些Title只是出99張 還有是絕不佳因 每一張唱片都有一個獨立的號碼 可以在唱片裡找到一張出生紙 上歌有一個獨立號碼 我提醒大家 如果想找一些比較前的號碼 可以跟香港代理那邊 比較容易找到 所以ERC製作黑膠 完全是一絲不久的 他們根本不是做一種商品 其實是做一種藝術品 所以價錢怎會便宜呢 當然啦 用音響發燒的角度來看 聲音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它製作怎樣複雜 怎樣講究 如果聲音不行 都是沒有意思 我不知道我是幸運還是不幸運呢 當ERC推出Cogan的貝多芬 不是柴技小提琴協助曲的時候 我很有機會跟頭版AB比較 當我聽過之後 我就買了兩張ERC黑膠 因為印出來的聲音相似度 可以達到95%以上 實際都是原汁原味 那兩張黑膠 今天要買頭版都要三萬多元 現在可以用幾千元 可以買到一樣的聲音 還有沒有炒到聲音的黑膠 所以我覺得相當值得 還有買了之後 我發覺 因為ERC推出的數量是有限的 所以當ERC賣完之後 在市面上竟然有炒價 真的有得聽又可以保值 所以我覺得買ERC黑膠是相當值得的 好了 今次ERC完全復刻版的黑膠 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要問大家問題了 今次這份獎品 ERC靠近的Balm小提球 不協修曲 是否哪一間公司 拿到第一手的無而無打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 就在下面留言 我會在下面寫明這個截止日期 大家只要在截止日期之前 留言答案問題 就有機會得獎了 如果得獎人數超過一位 我會在當中抽出一位 祝大家好運 記得訂閱和踴躍參加 拜拜